各位大家好,在讲这个好诗Tweet之前,就讲一下近况 今天也有不同的特英姊妹,最近都会关心我,知道我做了YouTube 也有在教会很多事供,比较忙碌,所以就关心,多谢大家 其实今天一讲完道,一回到家,我就休息了,休息了整个下午 那我就放心,我就会补充我的休息睡眠,运动,娱乐,我也会有的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缓冲,一个人不行,就这样做死了 不过因为我性格的缘故,比较是multi tasking 这样,通常我列出那张to do list,十几二件事在做 完成就画一件,完成就画一件,这样 有些可能长远的,常常都要做的,有些是one off的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的频道其中一件事就是让大家知道 一个全导人的生活 其实也有一件事就是,大家知道我有个小朋友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他都已经成年人了 其实现在在他的方面照顾真的少很多 甚至就是他去帮忙,开车去买东西,去做家务 都是作为父母,作为侍奉 其实那个时间是,那个空间是多些的 就是比起以前,这样 所以,就是我,我就觉得 尽量争取时间,那所以呢,远一点,但是你知道 我发觉我看这个频道的人,就 如果是即时的live,就没什么人看 所以,那些人通常都是看回头 就是我未够多人是subscribe,追看,这样 所以都不要紧要,什么时候有时间 就先录下一些,这样 那,今天介绍这本书 那其实我就,有些struggle 就是,究竟在报导报导那里讲 或者这个好书,tweet tweet,这样 那之前呢,报导报导都讲过,说想介绍这本书 那,开了个专栏,说好书 那不如放在书里,是吧 那这本呢,就是 Evangelism in a Skeptical World 那再给前些大家看清楚,它有个 副题,很有趣的,叫 How to make the unbelievable news about Jesus more believable 即是很特别的,因为谁写的呢 名字就是很普通的 Sam Chan 那,大家要留意哦 Forward by D.A. Carson 来头都不少 那,给大家看一下 Sam Chan 的样子 就是 让大家知道 是什么人 那这样 那其实呢,Sam Chan 是雪梨这边的 就是这边的传导人 那他就都算是土生土长 那这个Sam Chan 很多个,但是主要是这个 他都挺出名的 那他最近也都出了一本书 叫做How to talk about Jesus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这个可能是他 这个可能是他 这个简短版本 就是这本书是简短版本的 是的,因为他都 你看到 就是,再看深一点 就是要弄一下 不好意思啊 那就算了,不要弄了 那,那 你会见到呢 他,就是一个 public speaker 就是,在雪梨 就是一个都 挺多人去,就是听他讲的 他又会讲些报道会 他又会在一个叫 City Bible Forum 就是,就是在职场 那些呢,去讲到 他自己在教会 就是,以我所知就是西雪梨 华人 宣说的华人教会 他是,就是一个 牧师的儿子 那他都是 继续的,去做传导人 那,那 我都想跟他聊天 没安排到,但是 他都,本身是 香港背景的,那 那,是的 那你其实呢,找一下这个 就 找到他的了,还有呢 就是,他 就是,你看到呢 我弄了一张照片 那他其实呢 就有一套DVD 就是,讲 这本书的内容 都是,讲得非常清晰 很好的,是的 那我推介给大家 也都很难很详细 讲书里面每一样东西 因为 都要比较详细 但我想讲呢 就是,怎么介绍 那,就是 先解题 这里 就是说呢 在一个 充满怀疑的世代里面 如何去传福音 而呢,特别针对一件事 所以那副题呢 再看一次 其实呢 他去讲呢 就是 我们那个 信仰 就是耶稣的福音 其实在这些微信的人来看呢 是un believable的 就是 在那个 表达方式啊 或者那个内容呢 其实 就是我们要意识到一件事呢 那些人是会觉得 福音是 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 或者甚至是 觉得很不可信的 那他都在讲的 不是说 那个福音不可信 而是说 就是我们基督徒更加 更加不会觉得福音不可信 我们信了主的 但是 是人家觉得 这件事 好像不是那么可信 他举了个例子 就是 你听到一个UFO的故事 在你后院 来到 launch 那你跟人说 有UFO 在我后院 来到launch 我接触了外星人 那这样 那其实呢 对比呢 我们跟人说 哇 耶稣呢 你曾经来的世界 钉十字架 救人 其实一样是 好像很难接受 那所以他说 留意他那个副题 就是 How do you make unbelievable news so about Jesus more believable 就是说 他就是想 去帮助 就是在一个 后现代的世界 那些人就是很 怀疑的 可能对于信仰 对于耶稣的福音 也都觉得很不可信 但是 我们全福有责任 就是 怎样使得 这个好像 不是那么 那么可信的 一个故事 人家会觉得 more believable ok 觉得 可信一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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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只有表题 这么说的 我觉得呢 他 是 新一代 最好的 其中一本 讲全福音报道神学的一本书 我觉得 如果有人翻译也好 我就 未必是这个材料 很懂得翻译 翻译也很好 或者 就是 有个时间 但是如果 如果要翻译一本 新世代的报道手冊呢 我觉得这本呢 是 就是 是非常好的 以前都有 好几本的 什么常性兵法 就是 语若心灵 沥土 都挺好的 我觉得 就是 在讲 翻译那些 就是报道主作 但是 新时代 我觉得这本是非常好的 那 Sam Chan 他是 有两个背景 因为他 就是 香港的背景 但是他主要是 在 澳洲长大 他基本上是澳洲人 但是 他有一段时间读神学 就是 就是 他深掃 起碼 我记得他深掃 他那个 就是博士学位 那个PhD 都是关于宣教的 所以 他这本 其实某个程度 就是 就是他的一个研究 跟着再apply出来的一个著作 那他是在美国的 所以 D.A. Carson 他就是 就是 我记得 好像是他 其中一个老师 那样 那所以呢 就是 Carson 是哪个生育学者 又出名的 生育学者 方牌 那所以呢 他是 如果以西方社会 他是 在美国 和澳洲 两个的 背景 都有的时候 就 他是很能够捉到 那个 西方的文化 就是 西方人很多时候 就是他特别提到 就是他有些strategy 就是 怎样去 去跟别人去建立 关系 以及 怎样去 跟别人说福音 其中他说到西方人的 普遍的特性 就是 就是在公开的场合 或者你 你合适他 公开的 其实很难 去 说到信仰那些东西 因为西方人 就有种性族而分 他又比较在 private 一个私人的空间 是可以 觉得舒服 去讲福音 那些信仰 深入一点的话题 那所以呢 他又 会用一些表达方法 就是 那个策略呢 他有几个step 我会详细讲他的step 但是 其中一个策略就是 你跟别人去 喝咖啡先 喝咖啡 时间短些 但是呢 就去 可能认识新朋友的时候 先喝咖啡 聊一些生活上的东西 这样 get you know each other 跟着进一步呢 就可以是dinner dinner就邀请他回家 在家里呢 吃饭就长时间一点 而且在一个比较 private的环境 就是你咖啡 就可能在咖啡店 但你在dinner 就在一个自己的家里面 那就长时间一点 可以聊到深入一点 所以他的策略就是 咖啡 dinner gospel 一步步去进去 其实我读到这些 就觉得很接近 就是我自己是个 报道训练的人 你也是的 你不会一下子 就很容易去 立刻说到福音 我现在整天要糾正很多人的毛病 就是一下子 就要遇到陌生人 就不停地说 就是要说自己要说的 一个罐头式的福音 就算不是罐头式的福音 都是很直接的一些 句语 说耶稣钉十字的 但是人家没准备好 其实我想回应就是 西方社会是这样 中国人社会都是这样 你怎么可能一开始 你就说得这么深入呢 是不是 所以 他这个 但是他这个 在西方人来说 他可行 就是譬如我们在澳洲 甚至你在香港都是 那你就先和他咖啡了 然后慢慢邀请他回家吃饭 就可以聊久一点 跟着呢 就再和他去分享见证 讲信仰 讲福音 就是这个 这个是可行 就跟回西方人的想法 那他还有一个表达方法 比如说 就是 from front yard to back yard 你知道 在外国比较多一些 就是一些屋 就是一些house 通常呢 就是 就有front yard 那那个front yard 那你旁边的轮舍 就会front yard见面的嘛 那 那当然看你的轮舍是怎样的 和看你的社区是怎样的 那可能在front yard那里 大家在那里剪草 大家放狗 那样 就在那里遇到了 那些外国人一般都很友善的 那慢慢可能 咦 街上轮舍 就是有一些分享 聊天 那样 在front yard那里进行 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关心 大家的计论 那但是呢 就去到back yard 那back yard 那back yard呢 为什么呢 dinner不是在一个 餐厅 饭厅那里的吗 那样 因为很多时候 back yard 就做宵夜吃的 或者 搞party 那样的 就是 外国人有这样的地方 又很喜欢outdoor的 那 那 有一样东西呢 尤其是如果香港观众呢 就知道 back yard 或者是那些 烧野食呢 我们就拿着个叉去烧的 是吧 那但是呢 这里的人呢 烧野食呢 基本上是煎的东西 OK 那有些不同的文化 那但是 back yard 就是 这是一个 party 就是 National的食饭 聊天的地方 那 由front yard 开始去接触 跟着呢 大家有了一个信任 就去back yard 那这个你可以说 很外国人 就是很外国人 那样的 一个style 但是这个正正呢 Sam Chan 我觉得他 很能够去用一些 很清晰的picture 甚至可行的建议 就是coffee dinner gospel front yard to back yard 很具体的 其实又真是可行不可做的 那我认识的 那个弟兄姊妹呢 她的链舍都是这样 就是在 在那个yard 那里认识 然后慢慢 看到她的需要 建立关系 就是传呼喊 真的有的 那 但是这本书 不是那么 只是那么肤浅 那当然这个不是肤浅 因为她 她 我读的时候很多共鸣 就是因为 她是一个报道者 那所以呢 其实她 有个chapter 当讲到 怎样去传呼音呢 比如这个chapter 3 这样 How to craft gospel presentation 就是你怎样去 就是craft 就是一个手工 这样 就是怎样去 去处理 或者是 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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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手 去处理 你那个 福音的表达呢 那 如果这么说 其实呢 你说 怎样为之 福音表达呢 就是很多 那些 就是所谓 有时候所谓 灌头福音 那 举个例子 譬如三福啊 四律啊 那些 就是说灌头福音 不是表示贬低的意思 但是 有时候就是 会有一种 规矩 那样 就是有个 进路 那样 那我自己 在段宣教 珍贵福音 都是一些 所谓 好像是灌头福音的 不是说 不是说 完全不好 那些问题 你是不是灵活去使用 那所以呢 他其实呢 在讲这个 chapter 他都分析 就是有几个 譬如四律 或者这边 比较流行的 就叫做 two ways to live 就是 中文他翻译了 叫做人生二老 那可能香港人 比较少了一些 那 那分享 就是分析几个 form q 这个问题是 有不同的 传福音的 进路 或者这些 所谓灌头式的 一些 present gospel的 一些 进路 但是呢 说到尾 其实 有一些位置 你要灵活处理 还有 特别是说 一个后现代 另外一个 chapter 是说后现代的人 怎样想 那我们要对应 比如他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 其实我自己教的 都是思想着这些问题 比如说 一些我们讲的 一些form 内容 很老生上谈的 一些的概念 比如creator king holy judge sin 就是authority rebellion 其实呢 有时候我们只是说 哇 你信神啊 God 你有罪啊 神 但是他提供 其实呢 有不同的 Imagery 就是一些 那些叫 类比 或者比喻 或者是一些 象征 是的 你可以用那些来说的 是吧 不只是说神 好像很远 可能是father 天父 从那里多些 或者是目者 罪那里也是 就是 你除了说 罪罪罪之外 可能是这个 不姓杰 或者是一个 反叛 或者是一个 拜偶像 或者是 一个 不忠 就是 其实 就是说罪 你都有很多 重点去说 这个罪是怎样的 就是 你不是只是咬着 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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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用这个 term 你可以用不同的 就是 象征 或者比喻 或者是面相 面相 面相 你去说那些 以至去 去跟人对话的时候 你不是很单一 其实呢 都是那句 就是那个灵活 但是他的灵活 就是 我就见到 Sam Chan 当然他读过 PhD 就是做了很多功夫 他会引用 康德的知识论 他会 就是在理论基础里面 引入很多 就是 比如这个 这个叫 possibility structure 就是可信性的结构 就是人信一些东西 就是会受群众影响 所以他的进路就是 让你那些 的朋友 去懂得 你那些方向对象 以至呢 他融入了你的群体 就受群体影响 使他觉得 会比较容易受影响 觉得 这个信仰可信 这个是日后现代的 一种 就是人的 那个 情况 那当然 就是不可以 那么快去 说得很清楚 那 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跟我最近搞的一些 全福音的进路 很相近 就是你最后呢 讲见证 或者讲福音 他有整个节目叫做 storytelling the gospel 那所以 就是这个 用故事 来到去 present 去表达这个福音 这个是 就是 你不能说潮流轻的 而是说 就是其实 很多人都会 开始体会到 就不只是一个神学式 三福四律 那些 甚至珍贵福音 而是说 用一个故事 来到去承载 来到去表达的时候 你是讲故事 那当然啦 就是 我现在 develop的就是 一种 故事 是更加 针对 或者 寬面 就是甚至 就是用商业的一些 元素 就是故事行销 就是现在的人 行销 做销售都用故事 那我们就拿他 那个销售的 用故事的方法 来去 再看我们 怎样去讲一些故事 以至去碰到人的心 基本上 可能是 选一些 那个type的人 适合的故事 去敲他的门 那其实 这本书都会 不是 exactly 我讲这个方向 但是 都用故事 都是 会 去分析 其实 后现代的人 那个 就是 情况 以对应他们的 那个 情况 去 craft 一个 gospel的presentation 这样 那 那 就是 我自己觉得 这本书 就 还有他 他在第一个 chapter 就讲 报道的神学 都写得非常之好 是的 那就去分析 譬如有一件事 比如说 你信主的那个model 是有多少种 就是 有时 我们 就是他其中一个 蠟燭点 就是西方社会 甚至我们香港 就很受 葛培里 报道 团 那些大型 报道会 那些缺制的 风气的影响 我再讲 我又不是不信 缺制这件事 但是有时很多水分 也都 就是一个人 在那些大型报道会 或者在报道会 缺制信主 但是 其实你都要follow他 因为 他那个信仰 其实都是 只不过是一路开始 甚至有时 缺制的情况 都不清楚 自己信了没 那受这个影响 就很重视那个缺制 所谓 信主 那个过程 那个缺制很重要 但是 其实 不是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 一个人 信主是四年工作 而很多时候 有些人 甚至是没有缺制的时刻 但是 他都很信主 所以 在信主 那个 历程里面 就是 这里 比如说 探讨这个问题 Is there a single model of conversion 就是说 一个改 就是一个归信 是不是只有 一种的 模式 那 其实不是的 你看圣经也不是这样的 就是 讲圣经 《路交方法》15章 讲讲的 《浪子》 比喻《浪子》 那种归信 和保罗 就是如何匯改 一个180度转向 以及提摩太本身 他自己是一个 基督教育家庭 已经是几种模特 他去探讨这些的时候 就是让人去 在全福音 有一个正确的 方向 一个概念 就是 我发觉 很多时候 我现在教育部 都是要 真的要糾正很多人 全福音的概念 因为一错了 他的行为 他全福音的态度 说的东西 的重点 都会 偏斜了 但是 偏斜了就会影响到 效果 很多东西都影响 所以我就觉得他写得很好 这本书 那怎么做呢 我买了一本书之外 我现在在推动 由哪里开始呢 我负责我们教会全道事工 但外展事工的另外一个事工 全道事工 就负责报道会 因为我说过了 其实在其他招呼 三福 福音圣经 街头报道 等等 但是外展事工呢 就是一些服务性的 或者是讲座 或者是乒乓球的活动 或者是跳舞班 或者是playgroup 他接触不同的人 那就不是马上讲座音 但是呢 接触人的目的 也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帮到我们 去跟一些新朋友 来接触 以致他有兴趣 可以带他去信主 去到全道事工 那个 那这两批的顶字妹呢 我就鼓励他们 就买一本书 买一本书呢 因为它有十 多少个 chapter呢 十个 chapter 十个 chapter 但是呢 在十个 chapter里面 其中有一两个 chapter 是讲讲报道会 那些未必是很适合 帝影之媒 但是其他的那些 都可以去跟帝影之媒看 那我们那边帝影之媒 都大多看英文书的 因为始终是疑问背景 那一路看的时候 其实他们吸收 都应该不是很大问题 但是要在教会的场景 和在我们的 context 我们怎样去做报道事工 或者是 即是可能有些 case 个案 我们是怎样实践 那我觉得这本书呢 就可以给我们去 有一个 共同的一种看法 以至于一个 Western culture 为主 和我们教会的 电影之媒 都会帮到我们 去看清楚 究竟报道是一件什么事 那由这个开始 我们有十几个帝影之媒 就这样 每个月呢 就是希望大概八个月 看完这本书 慢慢去谈 效果挺好的 谈过三次 而由他们开始 他们深入了解了 他们可以再将这个 book reading 去传开 甚至呢 我就请 其实我们每一个传道人 英语 国语 都有这本书的 那之后可以再延伸 就变成一个 就是教会统一的一个教材 或者是一个行的目标 这样 我觉得是可能性很高 也都带给大家一个 很好的refresh 的反思 以及如何去行 那 那 所以有时 好书呢 就 不一定是你写的 是 你看到有好的书籍 你怎样去运用呢 在你那个教会 或者你的群体 去鼓励特影节目传乎 那为什么不好呢 好的书当然用 所以 我都推荐大家 这本书 暂时没有中文翻译 现在暂时祈祷 看看有什么人可以翻译到 那 而且是 2018年 其实是很新的 这本书 都算是新三年而已 那希望大家 明白 就是知道这本书之后 去 有机会买这本书 很容易订到的 Amazon 那 都很普及的了 全世界 使得你们 可以去讨论 去 再传开 那 如果你觉得这个 Tube有帮助的 那你都去 分享给别人 就是 CLSS 按钟仔 好了 多谢大家 好 拜拜